嘿 大家好 我是Kill 話說大家都因為被疫情影響到 所以都等了很久 終於可以去旅行 而這一期 相信也有很多人出去旅行 亦都很迫 本來是打算避開這麼迫的時間 等過多時間冷卻下來才去 沒那麼迫 誰知道 就被我老婆發現了一些便宜的機票 加上雜費 來回 都是二千元還有一個人 嘩 這個時候的日本機票 限定都四五千 我們竟然可以用二千元就買到 還想? 當然買了才再想 所以我們突然決定 就來個快閃大阪龍神戶 玩三天兩夜 而本來也沒有打算拍旅遊相關的影片 但是回來自己再看看 又覺得也有些有趣的地方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就打算當作一個紀錄 以VLOG的形式分享給大家看看 我們玩了什麼 還有現在的日本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對 Scoführ說它還可以看到 很多都看到眼鏡 非常便宜 這些店都是可以看到 多的 全都看眼鏡 也不錯 超多 也要看眼鏡 為什麼買這麼貴? 這個很划算 超方便,一拉就可以摺起來 本身又節省 七、八日圓 好像很划算 我想買一六 選一隻顏色吧 這裡多了一個蓋 鯛魚 好啊好啊 嘩,很好啊 如果有蓋就可以了 這是芝士 不是芝士,是沙醬 哪一隻? 好像這隻比較漂亮 對,這隻比較漂亮 還可以選擇,挺開心 看著 哦 可以在這裡看到它做 對 因為壽司龍那些是隔離的 最多隔著發玻璃 但這裡是沒有隔離的 看著它做的 更開心 都是看著它做的 但很貴 來,來 謝謝 你看看,我可以即場看到它做的 好開心 齊了齊了齊了 想說這裡的碟 很多款 而且都很精緻 算了 100日圓的這些 可以嗎 對,這隻是100日圓的 我也自己也回不到 死了沒有 不是啊 這隻是100日圓 但是裡面的圖 好像跟這隻有些不同 對,有些出入的 這個好像自然的裂紋 但是這個是有少少幾何感的 這個是瓊三味 瓊魚 這個是不是擱淺 是沙灘的小沫 嘩,你看看這顏色 好像地獄料理一樣 我想說,在中間那件要做好吃一點之外 它那個皮,即是本皮的那個 很韌韌的,咬不開 然後旁邊的那個 看圖就深紅色 但是出來大家看到 有些 這個 融眼的樣子 都很重的口味 真的 應該很多人都未必接受到 我覺得是厲害 比納豆 Lingkutang 裡面的 隱世公園 而我們走的這條橋 就叫做太古橋 真的不要開玩笑 幾乎沒有人 剛剛我才看到有一個 對,幾乎沒有人 但是裡面這個我覺得 都 舒服 因為如果你去大阪 一般來說,大城市 一街都是人 想靜下 又可以看看景 比較少有的景 在海景 還有裡面有分 內海和愛海 都不錯 剛剛我拍到那個伯伯 跟我吹水 他說他每天都特意跪在這裡走 我對著腳很 你看看彩虹 多明顯 這條 對呀,我也覺得很浪費 對呀 這個噴水池也做得挺有心思的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因為天氣冷 沒什麼人來看的 所以我覺得 既然在這裡 會逛逛一些外套 還是什麼呢 那些便宜的外套 我可以順便走過來 來回 都是可能兩三個小時 過來看看 反正沒什麼人 舒服 去到大城市就很擠了 好,我們今晚住的酒店 不是,這兩晚都是住這裡 Hotel Fista 即是在大學住Hall for Fista 這裡都住Fista 麻雀需要小五床俱全 很多之前都有以為 日本是不會預備 免費拖鞋 都有 基本的 有個雪櫃 冷熱水 然後 廁所和浴室分開 對 這些就沒有積氣了 這些就 之前用的就 一路用下去了 然後這裡充電 是直接 有USB頭 插USB頭 插也可以 插USB也可以 分別有兩個 這裡靠光暗 床頭也有燈 一輩子 一輩子 是這麼大 挺好 還有一部 目測43吋電視 這裡自己調冷氣 最低 20度 剛才那是大喜水茶 現在是機丸水茶 這裡有多點東西吃,這裡有燒 剛才那裡沒有 這個是最出名的 這個最出名? 每人都要買一個 要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還幫你剪 還幫你剪 我剛才點了一碟馬魚 那就已經吃光了 剩下四塊,就倒進去 剛才吃菇的盤子裡,這樣燒 不然放下去就會黏著 這樣燒出來很好吃 你用回那些盤子 它這裡挺好啊,方便 知道是 給多少色,已經看到不用等人 還要給多少 嘩,真的這個厲害啊 我認為它是無底深淡 五餅二魚啊,這些好吃 你看,五十... 五十日圓吃飽,每個人 那裡還有爪族 咦,我沒有預期有下雪 對呀,真的下雪 咦,小雪 對呀,小雪 現在的溫度是三度,不是嗎? 正呀 哦 大家知不知道,看到下雪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除了拍雪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吃完雪糕,雪糕,雪糕 我們一起見證著一杯雪糕 不用 紅 對呀,對呀,對呀 嘩,你厲害 哦,終於滴了 終於都 終於看著它滴了 好啦,我還是會吃 那個森地桶加了多少料 雖然現在我不太看到雪了 但是呢 我可以吃到這裡 大阪雪的味道 好,我上來就多點積雪了 那也不用人做雪了 今天也有自然的雪了 那不滑雪場借的東西 分開借鞋 還有借外套 和衣服 那個還龍借 真的很多地方 那鞋又沒得選 跟它說尺寸 那麼 衣服的就在裡面自己選一款 我選哪一款呢 選一些深色的 感覺上 暖一點 深色的暖一點 是啊 然後這裡就是拿 滑雪用具的地方 由 81cm 去到這個 蛤? 只有87cm 170cm 即是不是欺負我們的高龍 還是 170打上的都在 啊,不是啊 下面有 有一個很... 很隱蔽的牌 告訴你 180可以用這裡 哦,又要歧視我們的高龍 真的高得罪你嗎? 哦 對,最古180 即是... 高龍190那些 沒辦法了 唯有用180 最長180 這裡是新手的牌 已經是播新手了 又不太斜 然後這邊呢 就有一個更斜 又比進階的 玩得那些都... 又回到差不多了 哦... 要收回那部機了 因為... 滑雪幾下 帶著那部機就很危險了 有個Headicap的小朋友 學滑雪 你看到多少小朋友 哦,它還有個帽子 可以讓它們自己吸雪人 難怪那些雪人這麼英俊 全部都... 還有一色一樣的尺寸 噢... 噢... 雪地旁邊有個... 大型Food Court 都很多東西吃 都很多東西吃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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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鳥居一樣 法羅倫斯 對呀 前一站還在日本 現在我們去了意大利 哈哈哈哈 根本就是看景 這不是Outlet 這個東西來的 噢... 自己錄的 好方便呀 我們都弄布了 哎呀... 鋪不到裡面 哎...鋪到了 噢...自己錄的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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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走來這裡才臨時休業 真的... 這間... 天道拉麵 金賞炸雞... 看什麼了 看裡面也教了怎麼放下 對呀... 對呀... 真的大份 就算你那一碗 都正常的 都不是市場的 對呀... 噢... 一定要吃的炸雞 金賞 是辣的尖麵 還有不辣 哇... 辣過很明顯是一層油 很厲害的辣油 我想說呢 剛才看到旁邊的客人 加熱水 放一些尖麵的醬 然後呢 混成湯 然後呢 最好笑的是 他沒有喝完 還剩很多 然後我們有一學 有些事業發現 都可以的 就不知為什麼 混亂不喝了 嘩... 我們這裡都看到獅子山了 只不過呢 沒有著燈的 這裡整條街 都是很多不同的 Hotel Hotel 但是這裡 Hotel好像似乎 不太想歡迎 那些人進來 其實是沒有開拍點的 對... 真的完全不同日本風格 研磚頭 Grafity 然後那些字路鏈這麼大顆 顏色又很強烈 鮮明對比 對...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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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的車也是裝飾來的 不對... 好像真的可以開的 還有這裡很多 螳螂造型的燈柱 對...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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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阪城了 天守閣的入口 在那邊買票進去 買票上去 嘩... 嘩... 整天守閣了 嘩... 不過這裡封了 在拍的時候很... 感覺很局促 如果你說... 下面的網是怕人會掉東西 但上面就好像太多了 不然天氣好的時候 小過網應該會舒服很多的 然後這裡的城 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金釣 嘩... 我們真的聰明啊 一來到 明明今天也是閒的 看不見 神龍見守不見尾 嘩... 尾還一直延伸去... 後面的閘道 這個隱世的秘道 大阪城的隱世秘道 你看 沒有人的 大阪城的偷情小敬 三天兩夜的板神快閃之旅 就這樣就完了 其實行程就頗為緊臭 不過影片就未必展示出來 但是很順利 也很充實 還有三天的天氣都不錯 因為本身看天氣報告 就說第三天會下雨 但最終其實只是招了毛毛雨之後 到中午就出太陽了 都很舒服 而且第二晚還有雪落 真是夠驚喜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再見 他對我去行公園這個規劃很不滿意 我自己走了 我一滾拖兩個行李箱走了 我擺下你 我自己走了 走了 我擺下你 你知不知道為何有做個Banner 因為 有很多人想去 所以就做個Banner 告訴他們 怎麼走 根本這裡都沒有人 你走那麼久 你看到有多少人 幾分鐘路程都嚴不完 走 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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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